长发辣妹扭腰百臀 短短十几秒影片观看破六千万次 中国短影音平台抖音窜起 却掀起资案危机 数位发展部下令 抖音和国际版Ttalk 都属于危害国家自通安全产品 限制公布门禁止使用 但实际到立法院测试 输入抖音两个字 直接跳出页面 点开影片也不受影响 再换中国社群平台 微博试试看 看影片看贴文都可以 网页丝毫没被挡 公务手机也不在限制内 被嘲讽只能管半套 这个部分是针对设备来做规范 不是针对人 公务手机一样是这个 属于公部门的自通安全设备 自通信联网设备一样不能使用 数位不解释 立法院不在行政管辖内 但就怕平台早就悄悄 窃取背景资料回传中国 但下一步有没有可能扩大限制 连民众都禁用 数位发展部考量 事法性和可行性 还要进一步搜集各国 做法再决定 会收集一些你的这个 使用时候的一些个资 某一些敏感的地区使用的时候 他的资料就有可能被传到这个后台去 我自己是没在用 但是这方面多少有一些资安的风险 那我认为政府是多少应该要管理一下 是会担心 但是我觉得我们一般民众有使用的权利 那也自己可以决策决定说要不要使用 民众坦言有点管太宽 但其实不止抖音就连小红书也被点名 即便公司注册不在中国 但只要是中国产制通通算 到海外注册洗产地也没用 中央部会硬起来防堵各种可能的 自然风险 金新闻许上王启兵采访报道